其實很多人炒, 都要拌均勻, 再拌均勻 我喜歡多點蛋吃, 現在這個時間就把番茄倒進去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 真的很簡單 其實番茄炒蛋, 要來拌飯很棒 很多朋友都叫我做, 其實我都經常做, 不過不為意要拍 這次拍給大家看, 很簡單 番茄炒蛋, 其實要買大紅茄, 和熟一點 這些是番茄仔, 因為今天那些番茄大紅茄 已經長到黃點, 已經熟過龍 這些實心的, 和你見到是比較新鮮的 其實大家都有8元, 我們那家市 我當然買一些新鮮的, 鮮紅色, 千萬不要買這麼淡色的 因為它鮮紅色, 或者深色的番茄 有實心, 還未熟到爛的 甚至乎, 將近爛熟的, 其實都OK的 當然不要買爛的 這些顏色就是最好 大紅茄都OK的, 多汁 這些都不少汁的 番茄炒蛋呢, 我今天炒五隻大雞蛋 這些白佳的泰國啡蛋 這些四十二個幾二十隻 買一送一, 十隻, 都幾貴的 越吃越貴 這些我炒五隻大雞蛋 就用五個小番茄, 因為又不要太多番茄 蔥可有可無, 要來裝飾一下 其實最主要是茄汁 一定要有糖, 還有放生粉 好, 稍後做給大家看 先洗一下, 撕乾淨 洗乾淨, 這個必須的 撕乾淨, 撕乾淨 先洗一洗, 很簡單 這些番茄要擦乾淨 我們不起皮的, 其實你可以起皮的 你可以用滾水, 綠去皮 但這些這麼幼嫩的皮, 吃得無所謂 不過擦乾淨 因為其實都知道 這些蔬菜, 你說它很髒又不是 但是經過運輸, 街市 你不洗乾淨, 很蠢 一味當它很骯髒地洗就對了 好了, 洗乾淨 番茄一會兒再跟大家說 番茄, 我們現在切開 其實怎樣切都可以 簡單一點, 一開四 沒所謂 這樣都可以了, 不用這麼執著 甚至乎你這樣切都可以 一塊塊, 這個是無所謂的 其實這個番茄炒蛋 就是濕濕的 混合番茄汁 有少許汁, 拌飯很香 只不過炒法 有些人炒到很碎 那就不好吃 我又覺得, 有些人喜歡炒碎 我喜歡碎, 不行嗎 你不喜歡碎 切好番茄 少許蔥 沒有都可以的 要來最後放到番茄蛋 其實是裝飾的 其實 咦, 我想想一下 要些蔥來做什麼呢 又不是, 不關事 因為全部都是橙紅色 加些綠色就更好看 沒有都可以的 好, 讓我切好番茄再跟大家說 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準備少許粟粉蜆 粟粉, 生粉都可以的 沒所謂的 少許可以的 其實是要來令到番茄汁稠稠的 預備定 預備定就可以了 好, 預備定 稍後就開始可以做了 好, 現在我們開始炒了番茄 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有很多種炒法 一般都是先炒了番茄 因為這樣就會濕濕 先做番茄汁出來 好, 飯也好 很簡單 燒紅色鑊 先炒一炒番茄 很漂亮 就算是細細過也好 很香 其實是煮一煮番茄汁出來的 炒一炒 這個作用呢 其實每一個蔬菜都有那些臭青味的 番茄可以這樣吃的 但我們煮菜 煮熟後就有茄紅菜 加點水 加多少 大約這麼多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因為有些人煮番茄炒蛋 水流流流的 我又不喜歡 現在先煮一下 然後放茄汁 茄汁又放多少 這些因人而異 有些人放一個湯匙 我放多一點 因為我喜歡吃茄汁 放多一點也不要緊 番茄味比較重 放多一點 味不要緊 除了你自己喜歡的 主要都要加糖 沒有糖就帶動不到的番茄味 糖是帶動那個沒有一種味 我起碼都放這麼多 多一點也不要緊 對了 你們少點了 有些人說 哇 你放這麼多糖 搞不好 現在這個時間呢 煮一下 我先煮一下 待會兒煮完 再跟大家說 煮了一會兒 你會看到了 其實味道都軟了 很多人煮到它軟 很軟 那又是個個個喜歡 我就不喜歡它 煮到它 煮熟就可以了 現在就打回 剛才那個生粉蜆 嬰叔粉蜆 打多久 不要太稠 稠稠就可以了 埋回蜆 看到嗎 推蜆出來就可以了 稠稠 好 OK 現在就先倒出來 好 現在先倒出來 好 現在把蕃茄汁 倒出來 現在先洗乾淨 現在先開始炒蛋 好 洗了鍋 再來炒蛋 現在的雞蛋 先打了 是不是 哇 這些是 真是大蛋來的 四十二個多 二十隻 我現在用五隻 炒雞蛋 其實加多一點油也不要緊 先炒雞蛋 要小火 對了 先小火 這麼小火就好了 加多一點 好了 對了 你不要以為它周邊有很多油 好 好 其實很多人炒 炒雞蛋 炒雞蛋 其實很多人炒雞蛋 炒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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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炒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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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濃郁 好味道 有一塊塊蕃茄 有一塊塊蛋 比較好看 其實它的質質都吸收了 蕃茄和蛋 其實是可以的 現在關火了 我們過來這邊 好了 現在已經可以上碟了 你看多漂亮的蕃茄蛋 有一塊塊蛋和一塊塊蕃茄 所以炒雞蛋 就不能推得太難 變得又可以夾得起 又有質 這個真的很好送炭 有些是做得水喵喵的 見仁見智 其實它全部是濕的 其實現在已經可以上桌了 但是為了更加漂亮 當然是 放幾粒粒粒粒粒粒 其實不放也行 夠了 好 我們拿出去講 出來了 你看多漂亮 真是 不是水喵喵的 其實是夾得起的 拌飯就沒得頂 這些 一般家庭來算 用的雞蛋 比較好看 真是不同的 這些比較香 這些大雞蛋 這些大啡蛋 所以都不太節省 挺正 我都不用說了 這麼正 其實沒有蔥都可以 裝飾而已 沒什麼意義 我旁邊的是 油雞 今天八雞 五十元兩隻 真是值得吃 西蘭花 還有蒸了石膀 可以的 希望大家都喜歡 多謝 還有甜冬菇 差點漏了 已經沒了 最快完成的 居然是 番茄炒蛋 嚇死 其實這些差不多完 吃完了 不過最快完成 好吃 真的好吃